中国003福建号航母叫过江西号的名字 取名为福建号镇守台海两峡 003航母采用最新的电池弹射器 超越过蒸汽弹射器 成为距美国之后 第二个国家能够在航母上用电池弹射器 发射战机的国家 003航母福建舰 而且配备了歼35隐身垂直战斗机 同时003福建舰 也配备了中国全新的空警600 为003航母导航监测所有的 美国或者北约来放的军机飞机 潜艇等等 这使中国真正成为 距美国之后第二世界的海军强国 空警600的作战原理为 它能提供中国航空母舰003福建舰 为一个作战平台 在003的上空提供 雷达指引360度的指引 哪一个方向哪一个角度 有任何的潜在威胁 敌军的战机战艇或者潜艇等 无人机等潜在的军事威胁 而且J35垂直引擎战斗机 也是中国最新型的复制了美国F35垂直引擎战斗机的功能 这使中国的航母的战力大大的提升为世界第二的海拳强国的实行的目标 而且中国歼35战机的制作 已经采用了最新科技 用Trading打翼模型复合材料 为全机的30% 使战机更加清型 更加的隐形 这能够超越美国F35的战机的水准 003航母原本上传为中国的端午节下水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推迟为6月17号正式下水 中国003福建舰的下水 创造了世界多种的世界第一的里程碑 003航母的下水 已创造了全世界多项的全球第一 首先它是全球第一艘跨越式的蒸汽弹射成为电池弹射的航空母舰的国家 现在法国的航母还在用高价从美国购买回来的老陈旧时代的蒸汽弹射机 可见中国的电池弹射器能力已经超越了美国及法国 中国的电池弹射器是采用了中压直流技术 比福特席的中压直流交液器更加先进 所以从电池弹射能力 中国的003航母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超越福特型 更强更快更飞进的电池弹射系统中央弹射器 另外003福建舰航母是全球第一艘常规动力航母 配备了歼35隐身垂直战斗机的航空母舰 中国是一个全球第一的能够为常规性航母配备 垂直隐身战斗机的国家 虽然英国的女王号航空母舰 配备了F-35隐身战斗机 不过它的F-35是用高价从美国购买回来的 而不是自己国家制造的 中国是一个全球第一能够快速打造 隐身战斗机电池弹射器的航空母舰的国家 而美国的航空母舰打造过程 是自美国从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 累计下来的五六十年的航空母舰的建造过程 而中国的飞速建造航空母舰是超越全球第一的 能够快速的打造航空母舰 隐身垂直电池弹射器的航空母舰建造能力 从短短的十年就完成了 美国要用六十年完成的路程 而美国从航空母舰的打造 五六十年前的路程 已经用的军费开支 简直是天玩数字 而且中国从湖到有一步登天 能够建造垂直战射隐身 而且电池弹射器的航空母舰是世界第一的打造电池弹射器的航空母舰的国家 而且中国的003福建舰航母配备了预警机 同时追赶美国的预警机的作战能力 现在从中国的003航母从配队到隐身战斗机及预警机的编队实行 总共需要费时最少两年的赛装路程 才能够配备成为一支世界级的隐身战斗机 随直电池弹射器的航空母舰战队队伍 美国的间谍卫星在6月17号过来偷看了中国003福建号航母下水的仪式 他们的间谍卫星清楚的独处福建号003航母在电池弹射器 所著名的红色标语 这红色标语记录下这段文字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实现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军队 这使我们感受到003航母的威武霸气 福建舰003航母甲板上有三个零石的工作盆 这是未用于电池弹射器的工作盆 主要是用于防止海水的腐蚀 以方便003航母在建设电池弹射器的在海上所进行的 赛装航程需要的过程的补助设备 一旦电池弹射器完整的建设于003航母 这个工作盆就像福特奇航母当初建设电池弹射器之后 就会一一拆除 我们拭目以待中国003福建舰两年后的正式成军 谢谢大家的观赏 这集的003航母福建舰下水的新路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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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